后来发现了美洲新大义 把源源不断的财富抢过来 使西班牙繁荣了一个多世纪 在15世纪末 16世纪 西班牙是欧洲帝国的中心 它的殖民地遍布了亚洲 非洲 欧洲和美洲 那时候它是非常强盛的 后来在1588年 英西战争 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被英国人打败 它开始衰退 一直到1898年 美西战争 它再一次失败 从此它轮流为二流社会 那么哥伦布 它发现美洲新大陆航海图 那么哥伦布纪念碑 它整个这个塔 那么这个呢 是哥伦布纪念碑 1886年间的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要走一下 就是哥伦布 纪念碑它背面的一条街 叫拉伦布拉大街 它呢是看巴塞罗那风土人情的 它呢又分 它总共长度1200米 那个最主要是有酒吧饭店区 花鸟鱼虫区 行为艺术表演 行为艺术表演 农贸市场 绘画区都在这条街上啊 那么我们等会呢就要走一下这条大街 然后大家注意 我走这条我是从中间走 然后呢它的镜头 你只要看到在你的右手边那边 可以进去看一下 你需要买什么 现在因为这时候比较便宜了 东西都要卖掉嘛 都比较便宜 水果啊或者那个海鲜 是我不可能买去 蔬菜啊也不可能 就是你们可以买点水果 吃的东西啊 吃的东西